大家早晨 Online的帝影姐妹早晨 今天我们来看文素记的第十二章 十二章不是很长 但是是很重要的一章的圣经 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 一直到第三节 头的三节就是讲到 米利安和阿伦的论断 然后就是第四节一直到最后 就是神对这个论断的回应 虽然圣经不是很长 但是这里里面有很多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讨论 值得我们去思想 我们先看头这三节先 讲到米利安和阿伦的论断 一开始第一节他就说 《摩西取了古实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阿伦因他所取的古实女子 就毁谤他说 难道耶和阿丹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耶和阿听见了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圣个世上的众人 非常简短的三节的圣经 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 中文圣经就是用摩西取了古实女子为妻作为开头 但是其实在原文或者英文的翻译里面 就是从米利安开始 英文就是说 Dan, Miriam and Aaron spoke against Moses because of the Ethiopian woman whom he had married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米利安 其实这件事是米利安带头的 米利安带头就找他的哥哥阿伦 其实摩西当然也是他的哥哥 也是他的弟弟 所以米利安就找哥哥说弟弟的坏话 家事来的本来 对不对 那么米利安就找哥哥出来 说什么呢 就说就是摩西的坏话 其实是论断摩西 论断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一个古实女人 摩西娶了她 其实她娶一个古实的女人 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要在背后论断这件事呢 有几个可能性的 当然第一就是 以色列人不应该娶外邦的女子 古实的女人其实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是采取这个立场的话 有一个问题的就是 因为摩西是在西乃山上面 才将律法拿下来的 所以其实以色列人 不能够娶外邦的女子这件事情 在摩西的年代仍未确立 所谓不知者不罪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米利安在背后这样论断摩西的话 这个论断当然就在神的眼中汗为不悦 但是米利安究竟会不会论断 一个这样的一个点呢 可能也不会的 因为那个的律法未曾颁布下来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这件事是之前发生的 但是后来 就是以色列人领受了戒命 律法有律例典章的时候 就发觉跟律例有点不合 于是乎找回以前的东西出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也是一个比较有可能的 但是在这个可能性下 为什么神会这么发生的原因就是这里呢 因为其实米利安是站在一个敬虔的 一个属灵的高位去论断别人所做的事情 而这个论断别人所做的事情呢 是没有顾念别人的需要 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的 我们就是把自己站在一个审判者 一个道德的高水平那里 就是去论断别人 可能米利安的意思就是 你看看摩西 他自己 他作为一个整个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你看看他 娶了一个这样的女子 娶了一个这样的女子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带领我们所有的人呢 我都比他好 我都比他好 虽然这件事 他做的时候没有律法 我那个时候没有律法 又不见我这么做 这些就叫做论断了 就是他站在一个 他可能站在一个这样的高位 就跟他的哥哥阿伦 就论断起了 那这个是一个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也都是围绕这个的女子 圣经特别说 他是因为这个女子 就毁谤摩西 其实古实女子 古实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里面 如果将所有他的字母的总和加起来的时候 其实代表是一个极其美貌的女子 所以也都有可能 米利安就是论断摩西 论断他为什么娶过这么漂亮的女子 那有时候老婆漂亮 原来都会被人论断的 那这个也都有可能是米利安的 另外一个论断的位 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摩西娶过美女啊 这样 那当然后面可能 也都imply很多的东西 可能也都暗示很多的东西 但是呢 也都可以我们去留意的就是 因为中文我们是没有时态去看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英文去看的时候呢 有一个位都挺特别的 就是因为英文的翻译呢 就是 because of the Ethiopian woman who he had married for he had married an Ethiopian woman 这里重复了两次 重复两次呢 英文的时态上都是用 he had married 就是用一个过去原成式 其实是很怪的 就是为什么要重复两次 特别用过去原成式这样两次呢 第二次 其实可以不用这个过去原成式 第二次可以说 he married 可以是 比如 he married an Ethiopian woman 就可以了 就是他娶了一个 这个古实的女子 其实我们如果用英文 或者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语态来看的话 当中也都有一个 一个奇怪的位置 甚至也有一些拉比 是这样去解释相信的 就是摩西曾经娶过一个古实的女子 但是后来和他分开了 所以这个位置也都成为了 米利安论断摩西的一个地方 如果用今天来说的话 可能是米利安说 喂 搞错了 你看他离婚 他离婚怎么可以领导 整个的以色列这个群体呢 当然他们也都没有去看 那究竟他这个罪 有没有被神去deal with过呢 所以他就在这里 他就在这里和他的哥哥 去论断摩西 就着这一段的婚姻 来到去毁谤摩西 站在一个属灵的高位 来到去批评 这个摩西的为人和他所做的事情 而且是站在一个 用一个敬虔作为一个理由 来到去批评 来到去论断这件事情 然后呢 后面呢 其实就露出马脚了 那个马脚是什么呢 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前面看的时候呢 好像是 在一个正义的立场里面呢 来到去讲 就是 他的粗手那样 他的婚姻那样 他来到去 好像作为一个评论那样 但是呢 第二次就露出一个马脚就是 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其实心里面呢 是因为贼道 我们要小心 有时候我们论断一个人 究竟我们心里面 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 纯粹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 去分是与非 去讲这个人的对与错 还是其实心里面贼道呢 其实米利尹在这个里面呢 心里面是贼道摩西 贼道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他自己所讲的这个 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其实米利尹在说什么呢 就是我好歹是他姐姐 我好歹也是女先知 众人公认的先知 神不是都跟我说话吗 神只是跟摩西说话 那为什么是摩西去带领呢 为什么不是我呢 甚至可能他都会搬出来 为什么不是阿伦呢 为什么一定是摩西一个呢 难道我们两个 我就听不到神的说话吗 你是大祭司 我是先知 为什么我们两个要under 在摩西的下面呢 为什么我们要听他呢 他还是弟弟 我们三兄弟姊妹 你是大哥 我是二姐姐 那个是最小的 为什么我们两个要在他的下面呢 还有你看看他 他的婚姻 为什么我们要听他呢 其实这个才是他心里面的原因 他说 但是呢 他们就在这里私下的来论断 私下的来议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他们私下论断摩西的说话 甚至可能有些抱怨 加怨加怒 攻击 所以中文就翻译 就毁绑摩西 这些论断说话呢 他们私下论断的 但是耶和华听见了 神听见了 神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神 所以他们私下的议论呢 神听见 但是第三次呢 就最特别了 他说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圣哥世上的众人 这个都很特别 因为这句说话呢 其实应该就是 神给摩西的一个评语 在神的眼中 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 并且呢 圣哥世上的众人 就是 在神的眼中 摩西是一个非常谦虚 非常谦和 不同人去计价 不同人去冲突 一个圣哥世上的众人 在神 这句说话 由神讲出来的话呢 就真的非常有分量 因为神知道 是世上所有的人 在世上所有人当中 在神的眼中 摩西是最谦和的那个 他从来都不会和人争的 他从来都不会和人起冲突的 是吧 这个时候的摩西 已经是 令令各各都去尽 一心一意呢 是福事神 神说 一个这样的人 你竟然发出这样的说话 其实是因为里面的疾度 摩西根本就没想过要跟你争 那你在这里这样去疾度 它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这句说话 特别的地方就是 就是传统上 我们都相信 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 那摩西自己写圣经 写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神要他 将这一句的住脚加下去的时候 我想加下去的时候 都挺有趣的 就是你想想 如果你写你自己的日记 写一下的时候 你突然间写了一行出来 他说阿丁奴为人 英俊圣国世上的众人 自己会不会都偷笑一下呢 这个留言就放下去了 所以呢 但是在神的眼中 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 摩西根本没有和任何人争 他根本不是说一心要做领袖 或者是要以权谋私 或者是追逐名利等等 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当米利尼在背后 这样去论断摩西的时候 其实神是会很愤怒的 因为摩西根本就没有想过和他争 为什么你要这样去眼红摩西呢 所以神就自己出手了 好 我们看第四五节 他说 耶和话忽然对摩西阿伦米利尼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 到会莫者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 耶和话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莫门口 照阿伦和米利尼二人就出来 所以神就忽然之间 在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 就对摩西阿伦米利尼来说话 三个人都听见的 这个神真的非常之厉害 一句说话一出的 三个人是同时都听见的 人就做不到 但是神就可以 他说 你们三个都出来 到会莫者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 耶和话就在云柱中降临 在会莫门口 然后神就再叫阿伦和米利尼 他们两个当然就 可能踏前一步 神就叫他们两个站出来 再站前一点 三个人都在神的面前 神要亲自的来到去说话 第六节 耶和话神说什么呢 耶和话说 你们请聆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话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然 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牧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迷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牧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神的说话都非常精简 就是这样一段很短的说话 神在那里说什么呢 他在那里表达什么呢 第一 他就说 你们先听我说 先指着他们的论断 先指着他们的评论先 然后神说 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 我耶和话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然 在梦中与他说话 米利用你说你是先知 神说 当我告诉你什么叫先知 如果你们当中有先知的话 我一定会在意象当中 在梦中来到去与他说话 就是说 如果你是先知的话 你都知道 神是如何跟你说话 我是如何跟你说话 我是用意象对你说话 我是在梦中来对你说话 因此你是先知 因为你领受了神的信息 神的信息 借着意象 借着梦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你起来宣讲的时候 你就是先知 这个就是神对先知的互动的方式 神就是这样去确立一个先知 神也是这样跟一个先知来互动的 米利用你应该非常清楚 是不是 我想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用一些想象力的时候 神说完这句话 米利用只能作一个反应 就是点头 他都知道 是呀 没错 是呀 没问题 是呀 是这样的 所以我才知道 谁知道神接下来说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神说 但是摩西不是这样的 然后怎么样呢 他说 他是在我全家尽重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名说 不用迷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他说 米利用 摩西跟你是不一样的 摩西是在我的全家里面尽重的 就是摩西那份的忠心对神的忠诚是神所看得见的 神知道摩西不是为名 不是为利 不是为了一己的私欲 不是为了要显示自己是什么人去统领什么东西 而是他真是为神的全家尽重 他真是在以色列里面好像一个爸爸一样 就像上一章摩西自己讲的 他知道神将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儿女一样交在他的怀里面 他要将这个儿女抱着他抱抱抱 直抱到应他之地 这个就是神给他的一个任务 他也都的确真的好像一个爸爸的心一样 甚至当圣灵宵冠那七十个长老的时候 Yoshua就说那两个都不来 都不合作的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阻止他 不要给他们 别给他们 的时候摩西竟然就说 但愿以色列个个都被圣灵感动 个个都可以开口说语言 个个都受感说话 所以你看到他的心其实是无私的 他是想为每一个以色列人好 他只是专一地去面向神 去服侍神 在神的家里面尽重 他这一份心意其实神是很清楚的 因此神说 摩西极其谦和善过世上的众人 就是在这个点上面 而因为摩西的这个特质 所以神和摩西之间的关系 也都是非诚人所能够比的 所以神就说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所以神就说 我和摩西讲说话 不是透过意仗 也不是在梦中 我和摩西讲说话的时候 我和他面对面来聊天 而且是明说 不用迷语 而且是明明白白的 就好像朋友聊天 好像真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一样 所有的事情都直说的 其实这个也是那个关系 如果你和某个人的关系深的话 说话就不需要转弯抹角 不需要兜圈的 什么都兜口兜面说 直说 坦白说 这个就是一个更加亲近的关系 所以神都告诉米利安和阿伦听 我和摩西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我和他聊天是面对面聊的 而且我和他聊天 不用任何的比喻 不用任何的谓语 是直接了当 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这里当然也都可以告诉我们 也都让我们看到的一样东西 如果神和摩西之间的聊天 是一个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摩西的道德操守 或者是为人有些什么问题 有些什么瑕疵的时候 神会不会转弯抹角呢 神会不会选择不讲呢 一定不会的 是不是 神就会照直地去和摩西讲 照直地去执鼻他 其实前面 当摩西都被这个的抱怨感染 去到神的面前抱怨的时候 神和他说话都是非常之直接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摩西整个人在神的面前 是完全藏开的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都是完全藏开的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掩 没有任何东西神是看不见的 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我们为人所做的每一切 在一切的事情 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路闯开的 米利安在亚伦的面前去 去毁谤摩西 去论断摩西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人在暗中所做的事情 也要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事情在神的面前 都是赤路闯开 而神和摩西之间 在一个这样闯开的对话的关系 在一个这么接近的关系里面 这样的情况之下 而且他说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在圣经的年代里面 其实没有人见过神真正的形象 但是在这里 神竟然就和米利安说 就是他和神和摩西之间的关系 是超越世上众人的关系 甚至摩西是可以亲眼见神的形象 神的确以摩西为他的仆人 为他的朋友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这个对话所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针对米利安的问题 米利安侧道摩西 其实是米利安自己心里面 想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想高升 爬升 所以再加上 因为他有先知的恩赐 他是先知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说话出来 但是神就和他说 你是先知 但是摩西跟你不一样 摩西比先知更大 因为摩西是面对面见神 面对面遇神说话 神甚至将他的形象 都向摩西显然 有古往今来 有哪一个先知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和神 所以我们都要反省一件事 其实米利安就是因为 他有这个恩赐 他就将他的恩赐放得太大 他就捉住自己 有这份先知的恩赐 有这个先知的位分 所以他去论断摩西 觉得在这个听神的声音上面 他不会输给摩西的 摩西有什么不夸 我就是先知 我就是听到神的说话 为什么是他带领我 不是我带领他 我还是他姐姐 论身份 论地位 论恩赐 可能在先知恩赐这份上 米利安给摩西更加显明都不定 所以他就轻看摩西 但是呢 神最后加了一句最重的说话 你们诟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你们诟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摩西是神简选的 摩西和神之间的关系 是神自己所确立的 其实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人 明显是被神所揀选 明显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明显上帝在背后挺他 支持他的话 我们要小心 千万不要立乱去论断 因为当你这样立乱去论断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论断着神 因为当他们论断摩西的时候 其实背后暗行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米利安等于 表达着一件事就是 神你选错人了 怎么会选摩西呢 当然选我啦 是不是 你选阿伦我都比较好 你选摩西我当然是不比较好 他是我们三个当中最小的弟弟 有没有理由阿哥不选 姐姐不选 选第三个那个 而且三个当中 谁听神的声音听得最清楚 谁才知道 我嘛 神为什么你会选摩西的 你有眼无珠 你想想我们是不是要小心 因为这个论断其实直指了去上帝那里 我们对我们的属灵的权柄 看不过眼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我们里面有骄傲 我们里面有贼道 这个骄傲这个贼道 其实是会直接指向神 就是说神 有没有搞错 你找这个人做我小组长 他算老几 他凭什么 我吃盐都比他吃米 为什么他是我组长 不是我是他组长 这一类的心态 其实我们都要小心 这个会如同孝一样 并且我们要小心 要看的就是 神是不是与那个人同在 有时候那个人不争 或者他谦和的时候 其实是他不需要跟你争 所以神就跟他说 你误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 你明知道神的同在 在摩西身上 你在背后这样去论断他 议论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害怕呢 其实神就是告诉你 打狗都要看主人 你明知道他是我的人 你在背后那里 是论断他 去攻击他 去误谤他的时候 你当我死的 我们用一个 现代的语气讲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明白 整个的图画 所以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看见神明显的与摩西同在 非常清楚知道 神是简选了摩西 因为只有摩西 神吩咐他可以进入会莫里面 其他所有进入会莫的人 擅自闯过 不要说进入会莫 擅自闯入了这个会莫的界限里面的时候 都可能会被击杀 你就知道 摩西是不一样的 神是简选了他 那难道神没有自己的主权 去选哪一个人吗 做领袖吗 是不是 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请谁做总经理 难道我就要问一个男人 还是我要问一个全公司的同事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是不是 如果那个公司是我的 我是老板的话 我喜欢请谁做总经理 就是谁 我喜欢找谁做董事 就是谁 因为他的主权在我手上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争论 你们毁谤我的薄人摩西为何不惧怕 因为是我选他的 你挑战他就是挑战我 你看他不顺眼就是看我不顺眼 所以跟着第九 这个九至十二 我们就看见 当神这句说话一出的时候 那个威力就出现了 要说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云彩从会目上挪开了 不了米利安掌了大麻风 有雪那样白 阿伦一看米利安掌了大麻风 就对摩西说 我主要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 变章者罪加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象蓝 出无福 欲以半难的死胎 要说就向他的二人发怒而去 哇 这句的记载 就是神好像一个人那样 就摔一摔的衣服 就领着面就走 云彩就收上去了 云彩一收上去的时候 之前在云彩当中可能看得不清楚 云彩一收上去的时候 米利安掌上了大麻风 有雪那样白 大麻风去到地埔 有雪那样白的时候 其实已经无法治疗了 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地埔 皮肤已经烂了 已经没有知觉了 去到大麻风 好像雪一样白的时候 下一个状态就是 随时手指、手指、脚指 鼻哥、耳朵都会掉下来 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想想 当神的云彩一收上去的时候 阿伦一亮着面看到自己的妹妹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大麻风 而且好像雪那样白的时候 那种的震撼 那种的恐惧是多么可怕 所以阿伦一看的时候 马上就对摩西说 我主啊 他不是说弟弟 我主啊 他就知道 这个教训带到一个地步 阿伦马上就看到 摩西真是不可以这样去毁谤 去论断 因为神真的站在摩西的一边 挺着摩西的 所以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 人真的不可以来干犯 所以他就说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他来到去求摩西 求你赏免我们 不要因为我们愚昧 他知道自己的愚昧 不要将这个 因为我们的愚昧犯罪 就将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 然后他就为这个米利安代求 求你不要让他 好像出无福 肉以半烂的死胎 所以你看到这个形容 就是那个时候多么可怕 就是米利安身上的肉都已经半烂了 所以他就说 求你不要让他 好像出无福 肉以半烂的一个死胎一样 要么就不出手 神一出手 其实那个后果是非常恐怖 当然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乱乱 去论断神所拣选的仆人 因为这个后果是非常之严重的 神如果一挺他一出手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之可怕的 当然这里我们都会看到 为什么只是米利安长大麻风呢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是首先说话的那个 这件事是由他来挑起的 所以他是那个最终的承担最重的 第二就是 在他们的兄妹的对话当中的时候 阿伦其实没什么怎样答嘴的 阿伦都是听多的 没什么大的反应的 所以阿伦的罪是最轻一点的 当然罪没有分轻重的 如果阿伦不是都心里面有这个感觉 我想米利安都不会找他谈 米利安找到他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面可能都会有少少个波瀾 这样才能丑在一起才可以去论断批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也有很多人相信就是 因为阿伦当时穿着大祭司的衣袍 所以这个灾就越过了他 但是当有一天阿伦退休 当他卸下这个大祭司的衣袍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卸下这个衣袍 他什么时候就离世了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看见 真是神是一位轻慢不得的神 当我们明显看到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不要发出论断的声音 因为这样的时候 其实是会直接冲撞到神那里 十三节 于是摩西哀求耶华说 神啊求你依治他 摩西反过来就为米利安来代求 求神来放过他 医治他 十四节 耶华说对摩西说 他父亲若套退沫在他 念上他岂不蒙羞七天 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 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 百姓没有行路 直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 以后百姓从哈洗路起行 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因为摩西的代求 摩西来求神 所以神看着摩西的情面 神就下了一个盘雨 他说如果是他自己的爸爸 吐口水在他面上 他都要蒙羞七天 何况是神呢 神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他说现在呢 现在要将这个米利安 将他在营外关锁七天 隔离七天 锁住他七天 这七天里面 他只可以在营外的地方被困住 然后等他结净了 神的怒气过了 七天之后才可以将他领进来 于是米利安就关锁在营外七天 特别这里圣经提到 百姓没有行路 直到把米利安领进来 米利安和阿伦 其实是在一个暗处 在一个没人看到的情况下 来到去毁谤论断摩西 但是呢 神却在一个公开的情况之下 让以色列所有人都知道 米利安出了事 长了大麻风 所以你看见吗 我们在暗地里面 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 神如果一出手的时候 神会将这件事情曝光 神会在众人面前 来到去审判这件事 以色列整个营都知道 米利安出了事 都知道米利安违谤摩西 所以长了大麻风 现在他不可以正常地生活 他要在营外里面 被锁住关锁七天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因为他关锁那七天的时候 全个以色列的大营都不动 停留在那里等他 直到等他 好回了 没事了 七天过了 将他领入来 将他带回到帐篷当中的时候 他一出现的时候 马上就起行 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哇 就是这个米利安了 我们这七天都不动 就是因为他 为什么他会出现形外呢 长大麻风 为什么会长大麻风呢 因为他论断摩西 他缽翼 他骄傲 哇 你想想这个 这个惩罚有多大呢 所以这个都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千万不要立乱地去论断 因为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其实难堪的是我们 将这些事情 当他一摆上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无地自用 就好像米利安一样 神就这样来去审判这件事情 也都让这个论断 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止住 也都让真的从此以后 摩西那个带领的地位 更加的被确立起来 所以其实 所有的事情 都是神在这里来去带住 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这一章圣经 特别有意思 因为当我们过去这个礼拜 跟着神土一路走的时候 就在我们读到 每会莫立好的那一天 新月老一所有的印章文件就齐备 然后神就告诉我们听 我们要向前行 因为第十章 其实这一章里面出现了十次 往前行 要希伯来文体就是十二次的往前行 每个支派都要往前行 但是往前行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两个陷阱 第一个就是昨天那一章 首一章的时候抱怨 抱怨让这个本来要前进的军队停下来 甚至死了很多的人 第二个陷阱就是论断 今天米利安的论断 也都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 甚至米利安自己都受了一个很大的亏损 所以我们要小心当神的军队要向前行 当神与我们同在要带领我们前进的时候 我们要检视自己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抱怨 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论断 这两个是一个极大的陷阱 如果我们过不了这两站的话 其实我们就停留 甚至会失去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都要这样来到去警醒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准神 让我们真的谦卑的跟从神 如同摩西一样 在以色列的全家 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让我们得着这一份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众人的这一份生命 让我们谦卑的来跟从 以至到神的荣耀尚在我们当中 Amen 我们的神是大以可畏的神 我们先来一起去赞美祂 耶和华不为达 耶和华不为达 他受到赞美 他名和单位的 能力从到永远 在他隐蔽主持有道理 阿华 他是心事却能生 永远在身旁 耶和华不为达 感受到赞美 他名和单位的 能力从到永远 在他隐蔽主持有道理 在他隐蔽主持有道理 主持有道理 祝神róton 他能您把 听优持有道理 在 hooks 赞美 祝神意 比赞美 尽 叶和花本味道 感受到赞美 它明月的味道 能力成到永远 在它隐秘处 适合的第二弯 它是今时转男生 永远在身旁 今时应当成熟 它能力一张线 它依然带我们 向我们大使之爱 握住它心心情 要是恩给我们 今时应当成熟 它明月的赞美 耶稣是真爱的神 珍惜的传送 它明月的赞美 耶稣是真爱的神 祝你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牵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要敬拜你 敬畏你 愿你的圣灵这一刻 进到我们的里面 亲自的你见证我们 好用我们的生命 我愿意 祝你一天 你荣耀彰显 宿满我眼前 是你我翅膀 你美丽和深切 感谢我情敗 祝你是我最爱 带我情敏 带我情敏 恩典深处 上河流伴 从你抱着永处 接近我心 接近我离 祝你是我最爱 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 你荣耀彰显 充满我眼前 是你 你是吧 你美丽和深切 感谢我情敏 祝你是我最爱 带我情敏 恩典深处 上河流伴 从你抱着永处 接近我心敏 接近我心敏 祝你是我最爱 带我情敏 带我情敏 恩典深处 带我心敏 带我心敏 祝你是我最爱 带我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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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我们都定睏 在你的身上 神来我们再一次 来到你的面前 去思想你的 不配 但是神 祂是在困堆里面去提拔我们 神祂是要用恩典 用怜悯去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由我们到今天这一天 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来到服事神 我们是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带着职份的去服事神 我们是何等的恩典 是被神所建设的 我们这一刻做一次 开声过去祷告 去向神献上感恩 神多谢祢的简选 多谢祢的心意 多谢祢的恩典 祢的怜悯 祢的计划 祢从来都没有 去嫌弃我们 有何等的不配 祢从来都没有嫌弃我们 我们根本就是一个罪人 但是却是蒙着祢的恩典 我们能够去蒙恩得救 成为神你所简选的利美人 成为神你所简选的祭司 成为神你所简选的宝贵的儿女 每一个 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同工 我们一起都来到神的面前 去感恩 去思想神的简选 不是我们的智慧 不是我们的能力 不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 神是简选我们 而是完全 完全是属于 属于神伯伯的恩典 思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拯救我们 翻转我们 让我们能够 站立在神的面前 甚至来到神的殿里面 去服侍神 耶稣你让我们 每一个的利美人 甚至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你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 去看见 去看见 看见你的心意和计划 也都看见我们的位分 看见我们的位置 常常我们都是得罪你的 在我们的心里面 都是非常的软弱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和人去比较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觉得 可能对方 隔离的同事 或者同工 做的事 他就好了 他做得这么开心 他可以这么轻散 他做的这么容易 为什么呢 往往的很难的事 就落在我的头上 又或者我们会比较 会觉得 权兵特别恩宠他们的 权兵特别爱惜他们的 所以他们做什么都说好 但是我常常被轻视 又或者常常都会觉得 我做的事都是不合格 不合格 让我们这一刻来到神的面前 去企与我们自己的遗憾 去企与我们自己的遗憾 在今天圣经里面说到 这一刻 在这个委屈的背后 是出现什么呢 有可能呢 是他们和摩西比较 觉得我们三兄弟姐妹 为何神特别是选择 摩西成为领袖 有可能是会觉得 甚至会觉得自己比摩西更好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会不会同样都是这样呢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 我的老板 我的权兵 比我差的 他蒙卖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去到这个位置呢 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权兵呢 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不听他说话 甚至去论断他 去毁谤他 在教会里面 我们做利美人的 都是同样的 我们可能会对着我们的权兵 对着我们的牧师师母 都会觉得 哎 你不明白的了 你不明白的了 求神也都让我们去看见 求神让我们做信心放在神的身上 让我们去明白 去清楚 去知道 神 看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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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知道的 我们是否仍然是否仍然有些地方 我们仍然都觉得很不平 甚至呢 甚至呢 会呢 常常呢 都会围着小圈子那样呢 去批评论断 去说一下是非 我觉得 觉得没事的 说一下而已 我又不会做些什么 但是呢 神呢 你让我们知道 神你看见的 当我们几个人 坐在那里 去批评论断 说是非的时候 神你在那里 你都在我们当中的 当你听到这些批评论断的说话 当你听到这些是非 当你听到呢 我们心里面所发的预言 我们口中所发出来的 毁谤 论断的时候 神啊 你何等的心痛 你何等的愤怒 神来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去醒察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是常常去思想你的恩典 常常去说出 去建立造就别人的说话 或是是 我们常常都去 比较 去埋怨 去批评论断 去指责 别人的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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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 同工们 我们这一刻 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开声的 去向神祈祷 求神的再一次去圣灭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来自找神祖 也不再来 多美 多美 感谢观看 主要求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当我们去开声去向你认罪 求神你遥书的时候 神我求你收起你的怒气 你是满有怜悯的神 神你再一次将你的怜悯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不至于被扎分 在圣经今天讲到 当米利尹去诡谤波西的时候 神的烈露就临到 甚至让米利尹公然的 是一个公开的 将他的罪表露出来 甚至掌淡华风 很严重的淡华风 很严重的疾病 神来我们不愿意见到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或者每一个的同工去到这个地步 耶稣你拯救我们 你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再一次胡转来到你的面前 你的怒气向我们指着 你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自杰 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圣殿中 再一次带着你的恩典 带着你的怜悯 来到神你的诗音寺前 去侍奉你 去侍奉你 去敬拜你 耶稣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进入 进入这个赦罪的恩典里面 我需要谦卑 需要谦卑 需要谦卑 就是我谦卑 才能到主面前 主是我谦卑 求主是我谦卑 我需要谦卑 我需要谦卑 才能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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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主 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 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 让我 从心想起你的怜悯 重新想起你的怜悯 求主 求主 我心重置 我心重置 大地痕迹 是我清醒 谦卑 跟随你 我需要谦卑 需要谦卑 就是我谦卑 才能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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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 極其謙卑 在众人之上 常要求你 求你把这个 謙卑的生命 都赏赐给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都毫无你 毫无你能够 像摩西一样 極其謙卑 極其謙卑 你除去我们的 骄傲 你帮助我们 在你的里面 成为一个 谦卑的人 成为一个 受教的人 成为一个 能够去清诚你的 话语 而行的人 指着我们的 批评论断 指着我们的 埋怨 让我们再一次 在你的里面 去重新的去出发 耶稣我多谢赞美你 今天这张圣经里面 提见米利安 论断磨世 这个论断 其实是因为 心中的骄傲 疾到 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没有骄傲 有没有疾到呢 有没有奋奋不平呢 恰巧 摩西的生命 是极其的谦和 甚至 神说 神说 我们的仆人摩西 不是这样 第七节 祂是在我全家尊重的 你知道吗 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生命 来到神的家里面 放下一切的骄傲 疾到 让我们如同摩西一样 在神的家中 在神的家中全然的尊重 忠于神给我们的遗份 忠于神给我们的职事 安心于神给我们的遗志 努力的为神摆上 因为一切以神为忠心 不是以自我为忠心 骄傲的以自己为忠心 谦卑的以神为忠心 米利安以自己为忠心 摩西以神为忠心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 对尽神 让我们在生命的宝座上 下来 将这个宝座 教育耶稣 让我们忠心的 在神的家里面尊重 以至到 我们都成为神所揀选的 让我们一切 好像摩西一样 可以与神面对面说话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命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主你将一个谦和的心 放在我们的当中 如同摩西一样 叫我们 能够谦谦和和 聖过世上的众人 主你开我们熟灵的眼睛 主你让我们单单的对准你 主你不去和任何人作任何的比较 因为你所创造的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你有你给我们的位置在其中 让我们甘心的 站在你要我们所站的位置上面 来为以色列 为天国的全家来去尊重 如同摩西一样 主你求你来来帮助我们 取悉我们里面的骄傲 取悉我们里面的抱怨 取悉我们里面的论断 让我们对准你 让我们跟从你 让我们一生套你的喜悦 主我们多谢你 求你将今天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上上的提醒我们 也得求圣灵将今天的 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上上的放在我们的心中 放在我们的脑里面 以至到我们能够有所警戒 以至到我们能够行事为人 得你的喜悦 蒙你的简选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